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斗钓在半空中 绝绝十分前骨才扛下来 我介意 这个安全措施做得没足跡 主办单位博会说 这台会主办唱歌已经超过二十年了 真有经验 现场绝对没问题 是选手的带来再买到才会发生意外 農替唱歌的游动 今年行春因为凤胎停班 早上变成今年全国唯一的比赛 因为疫情关系 经过三年后还扮演员对了观众以外 参加的队伍也有十二队 孫岩手用贴路的方式 把这个网友的鼓挑 敌功鼓掌 向前提到顺风机就是冠军 才会奔赏这些借品 代表这一门关进情 可以策划一档 当时继续平安 尽量把手上的油给弄掉 不然你真的会 不知道不准 但是说今年已无够拨 时代力量的磚手 一个无所谓 逗状在半空中 因为当时一台钓车要载 落来的磚手 这份队车没法过过拒命去改救 你們是分隊在這裡拍戲喔 你們不幫忙就開始喔 雙手像這樣吊了很多十分鐘才讓他們叫下去 雖然蘇鵬在面前跟大家報平安 嚴君也說到英國雙邊 都有一台分隊車 今年只有一台叫 一台專門讓人拍戲 飲食吊牌 所以說才會長這麼久 但是雙手倒吊了一個太久 所以分氣感到沒什麼要緊 因為到那邊太煩了 我們拚到最後 所以是因為後環肥把它翻過去 對 因為旁邊從哪一個掉下來 我想覺得 主播當年表示說 華東已經翻二十五檔 真有經驗 沒有車轉給安全人員 比賽的過程都很安全 建議參加比賽的選手 體力要準時才不會發生意願